四川十方万民抗疫兴建牧童冶炼厂引发的大冲突持续发酵 90后学生成了抗暴的主力军 临近的广汉学生也纷纷声援 在遭到中共特警的血腥镇压后 学生们喊出了一句 我们可以牺牲 我们是90后 更是震撼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心 评论指出 这说明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 已经严重侵袭到了校园 四号十方政府针对宏达牧童项目事件发布通告说 公安机关对27名所谓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予以强制代理 对向警察投掷砖头石块等杂物的6人予以行政拘留 其余21人经批评教育于7月3号晚已全部释放 但当地民众向新唐人透露 3号仍有大批民众涌上街头 周边广汉市的学生也纷纷前来声援 参与抗疫的人数高达3到4万人 十方警方扣押了很多学生 深夜仍有上万民众聚集市政府门口 要求警方释放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众 十方是四川汶川地震中的重灾区之一 当地民众强烈反对牧童综合加工厂的兴建 1号晚数百名中学生到十方市委门口请愿 2号学校发出警告 如果学生继续参与抗疫将开除学籍 但这些学生无所畏惧继续请愿 2号上午他们冒雨拉起 拯救十方全城团结等横幅 前往十方市委抗疫 沿途并高喊保护十方环境 还我美丽家园等口号 当地民众纷纷加入 许多民众在一处民主墙上签名提字 要求停建牧童场 并要求市委书记李承津滚出十方 当局派出进签名防暴警察和武警 释放催泪弹 镇爆弹强力镇压 学生投掷砖头石块矿泉水瓶等杂物还击 特警手持盾牌紧棍追打 目击者痛骂防暴警察已经疯了 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还有婴儿受伤 网民冒险抓拍的现场图片和视频令人心惊 三号下午当地学生说 特警二号用的是盾牌紧棍 今天换成枪了 当地民众指出 事件中两名学生死亡 上百人受伤 二十多名学生被抓 但中共当局否认冲突中有人死亡 十方九零后学生被特警血腥镇压 并且成了当地民众抗暴的主力军 一夜之间红遍网络 他们喊出的一句 为了十方我们可以牺牲 因为我们是九零后 更是震撼了许许多多民众的心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十方九零后的这句话在社会上反应非常大 说明现在社会的黑暗和不公 已经严重的侵袭到了校园 网络作家金楚指出 十方大冲突再一次撕开共产党的画皮 他把恐惧一代代传递 现在又强加给了九零后 掐灭了他们对人生的希望 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现象 说明这些学生觉醒 他们不甘于被奴役 但是这个环境事件 就是各地以发展经济为名 把很多高污染的企业向内地转移 污染了水源 引起了当地的很多社会问题 大陆文化评论人士颜绍雄在微博上留言感叹 他说看到我们是九零后 我们不怕牺牲的宣言 虽然欣慰更多的应该是自责 我们这些四十多五十多六十多岁的懦弱者 几十年来纵容了黑恶势力的壮大 该赴死的不该是九零后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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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我这次应该有我来 prov一番好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